B&W X-Drive 25D 各位小汽車觀念的觀眾大家好 我是小汽 今天為大家試駕的是 B&W X-Drive 25D這一部X5車系的入門車 那這一款車是在2020年式正式新增的車型 以往它的入門車是X-Drive 40i的車型 增加了這一款25D的車型之後 它的售價會整個往下調 車型也多了 變成5個 總共5個車型 那這25D的它分為兩款車型 一個分別是豪華版與旗艦版 豪華版的入門價是289萬 那旗艦款的話是加16萬 變成305萬 那這個價錢跟同期都一樣 供應柴油引擎的入門車 比如說XC90的D5 或者是賓士的GLE的300D FORMATIC來相較的話 價位上面都是非常有競爭力的 也拉在同一個水平上 那只要大概300萬左右的入門價格 你就可以買到一部尺寸還算蠻大的一部豪華品牌的SUV 算是蠻划算的 那當然X5大改款的車我們去年已經完成了試駕的報導了 那有關更詳細的試駕大家也可以參考一下之前我們試駕的影片 那這次影片我們在著重在的重點是X-Drive 25D 它和40的一些差異開起來的感覺 好那我們再來看25D 它有兩個車型豪華版與旗艦版 差異的配備其實不多 比如說主要X9的套件和360度環景 以及內裝的真皮套件等等 差價只有16萬 我會比較建議大家買的是旗艦型 因為已經到300萬了 應該16萬的價差不是非常大 而且光360度環景在外面裝大概也需要一些錢 那當然外觀上也有一些不一樣 比如說X9的套件就會有 包括外觀上你看到只要是銀色金屬的部分 大概就是能夠比較彰顯這台車的質感跟風格 外觀上X5有著典型的家族風格造型 包括非常大的水箱護照 當然我們在看照片的時候會覺得說 現在為什麼BMW的水箱護照都做得那麼大 但實際上看實車 配合它這比較大的車格的車來看的話 這樣的設計其實不難看 而且這水箱護照現在裡面有自動的隔榨 那在一般關閉的時候 它還多了一個直列的飾調 我認為算還蠻大氣的 那頭燈的話是LED的頭燈 但是如果是智慧型輔助的頭燈的話 那就要加價來選配 好 關於輪圈的方面 25D的標準配胎是265 50 R19的輪胎和輪圈 那輪圈看起來當然就是一般的造型 但實際上尺寸已經到達19寸了 不過因為它輪拱設計非常大 所以看起來感覺比較小一點 好 車側方面 這一代大概款X5和之前 坦白講它的車側我覺得變得線條比較柔和一些 比較沒有那麼乖張的感覺 但是搭配整個車體的整個造型設計 我認為還算是非常大氣的 那因為這個旗艦版它360度環景是標準配備 所以我們看到後照鏡上也有攝影的鏡頭 好 我們先來看到車尾的設計 車尾的設計其實一直以來它都有家族的風格 包括它的後檔是稍微傾斜一點點 但是還是保有整個完整SUV的行李箱容積 那在尾燈方面這一代採用的是光帶式的尾燈 晚上亮起來的時候 其實它的家族的辨識性其實是非常高的 那在尾門方面它當然標準配備有電動尾門 這個是毋庸置疑的 而且它也有腳踢感應的功能 但是它的尾門設計保有了X5一向的傳統 就是上下對開的尾門 所以它的電動尾門是兩段式的 開了尾門之後其實已經拿取東西算方便了 那如果真的有大型的物品要上下的話 下面也是電動的 不只電動開也可以電動收 那行李箱空間我們可以看到 它的行李箱空間是標準尺寸650公升 那對照主要競爭對手GL1的話 大概是活動之間 但是有領先20公升左右 所以整個看起來是相當的完整的 那另外呢 在行李箱的距離高的話是78公分 那行李箱的內部它的寬度有111公分 那深度104公分 內部高度的話有80公分 所以看起來是相當方正的一個設計 行李箱容量算是相當夠 底板打開比較特殊的設計是 它有油壓的支撐 算是相當方便的 而且內部還有一個不算小的置物空間 所以一些比較私密的物品呢 可以放在這一個地方 也算滿方便的 好那我們再來看一些比較特殊的設計 它的後座折疊呢 是可以由後面來控制的 它的把手在這裡 拉了之後呢 它就椅子可以自動往前折疊 收折起來之後呢 它的容積可以來到1870公升 那當然跟GLE相比的話容量稍微小一點 但是這個行李箱空間呢 如果你看的是對照的是日系的 比如說Lazers的RX的話 它就會來得比較有優勢了 好我們現在看到X-Rive250D的內裝 這台是旗艦型的 所以配備稍微多一點 最顯著的不同 它的內裝 它有Vernasca的真皮座椅的內裝 那雖然說是入門車 但是第一眼看的整個質感 我覺得還不錯 包括衣表台 它是SENSATIC皮質的包覆 當然這不是真皮 這是一種特殊的工法 但是車縫線是真的 所以看起來 包括衣表台 包括這個門事板的中段 其實都有真的車縫線 所以看起來質感的呈現是不差的 那再來就是整個科技化的程度 還不錯 但它沒有像賓士一樣 是很金氏駭俗的 它的設計我認為還是比賓士傳統 包括整個儀表和操控的介面 但基本上同一車該有提供的東西 它都有提供 比如說虛擬的儀表 它還整合了原廠的衛星導航 那另外12.3吋的車載系統 它也是標配 那當然內裝也用了很多元素來堆砌 所以看起來質感 我剛剛強調是還不錯的 包括方向盤的手感 而且方向盤是電條的 這一點還不錯 那座椅的話 兩張前座都是電動的 而且駕駛座的話 可以調的位置很多 包括這個包覆 車項的包覆都是電動可調的 還有一個手動的 大腿的延伸 腿靠 這個以往都是跑車的座椅才有 那現在這個都是標配 我認為還不錯 而且還有兩組的記憶功能 那當然座椅的話 舒適性不會像日系車那麼軟 它是屬於德系車 稍微硬一點 但不會像傳統印象中的 德系車這麼硬 還是保有一些舒適度的 那在整個介面 我們再來介紹一下 方向盤的握感不錯 它是圓的方向盤 沒有平靶的設計 但這是一部入門車 不過我認為現在變得不錯的是 它真的質感細部都很講究 包括方向盤的中央 它現在也改用真皮的包覆 所以整支方向盤看起來的質感 就不會因為是入門車比較low 那另外在換檔撥片的部分 它也有在方向盤上面 而且這一次呢 它的入門車 雖然是25D的車型 它也標配了 BMW Personal Co-Pilot 這一套ADAS 所以包括ACC A1B 車道偏移等等這一些 都是標準配備 所以這也都不用另外選配了 那操作介面來講 BMW一向很強調就是它的人體工學 所以當然喔 你看它的介面都稍微像駕駛人 所以無論閱讀或者是使用都非常方便 這一點是值得讚許的 這裡有一個消息可以告訴各位 就是前150名的車主 交車的車主 它會贈送水晶套件 這價值6萬塊 我覺得如果你是150名之後 這6萬塊也要花啦 因為看起來的確很漂亮 包括水晶的排檔頭 包括這個i轉 或者旋鈕 還有甚至包括這個啟動鍵 看起來都跟鑽石一樣 散散發亮 開一部豪華品牌的車 這個 就是很值得做的選配的投資 好 那當然排檔桿在這裡 是現傳的 不是傳統的排檔 那啟動鍵在這 後方有電子手下的車 包括後的功能 這因為四孔傳動 它有陡坡環降的系統 包括行車模式的切換鍵 還有360度環景 等等的按鍵 都在這裡 竟然有序 還滿好操控的 好 那iDrive的按鍵在這裡 實際上控制起來的 這個手感 或者是便利度 其實都不錯 好 當然做起來 我認為是 有這個價位 該有的質感 但是配備稍微精簡一點 比如說沒有天窗 但是天窗不是大家都需要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自己斟酌 好 我們現在看到X5的後座 後座跟一般的型號 其實都一樣 軸距2975 基本上提供的是一個 算是很寬敞的空間 包括膝部空間 頭部空間 都是喔 都算相當的寬敞的 那當然這個軸距和 其他歐系的今天對手 比如說GLE或者是X190 是博眾之間的 並沒有特別大的優勢 但是如果跟日系的RX的話 比起來就有 很明顯的優勢 所以空間上的話 看你跟誰比 但是呢 最特殊一點是什麼 這台車雖然四船 但是你看中間這個龍骨 降低了非常多耶 所以呢 它根據我們實測 才5公分而已 這個跟以前對雙臂的影響 特別是休息車的影響 差異很大 所以你看坐在中間喔 是還不錯的喔 乘坐的空間 我想不需要擔心 那下面還有兩個置物空間 大概放的手機是剛好的 那比較可惜的是 後座只有一個12伏的插電孔 那坐在後面舒不舒適呢 舒服 你很難想像喔 BMW的後座這麼軟 這真的是非常軟啊 特別是兩側 而且設備也滿多的 你看頭枕齁 三個都有 但中間小一點喔 看起來很小的頭枕 兩側喔 但是實際上 功能性是夠的 中央呢也有可折疊式的扶手 那我們剛剛在介紹行李箱的時候 有說明過 這後座的椅背是 424的分離 那中間這個2怎麼倒呢 在扶手折下來之後 裡面有一個拉環 拉環一拉 就可以倒下來 可以放一些長型的物品 比如說雪橇等等喔 這設計我覺得算是還不錯的喔 那當然有沒有可惜的地方 剛剛也有喔 就是它的後座椅背 不能夠調整角度 就只有一個角度 那當然它的角度是 98.9度啦 並不會說非常的直 但是如果可以調整的話 我相信是更好的 好我們先來看到X5的底盤喔 那當然先講它的空氣力學喔 整個平整化套件做的是相當徹底 前中後段都做得非常仔細 那接著我們再來看它的前輪懸吊系統 它的前輪懸吊系統呢 是雙A背變形的多連桿式喔 那雙A背它是非常正統的雙A背式 那當然比較可惜的是 它上A背喔 是只有一個A背 沒有拆成兩根連桿 但是在下A背的部分 它就拆成了這兩根連桿喔 所以算起來 它算是多連桿的設計喔 那另外在整個懸吊的結構方面 採用的都是全鋁合金 包括仰角 包括上A背 包括下肢背 全部甚至墮桿 等等這些全部都是鋁合金的設計 那煞車方面我們可以看到 是原廠的雙活塞卡鉗 尺寸也算相當的大 那在引擎下方的話 當然它有副車架喔 但是副車架是鐵製的喔 但是下面的這個護板 它是鋁合金製的護板 看起來做工還算蠻不錯的 那在中段 它整個都是用整流套件封起來的 那在中部的位置呢 排氣管的管路 我們可以看到 當然大家一定覺得很奇怪 這不是X-Drive的四輪傳動設計嗎 為什麼我們沒有看到中央傳動軸呢 因為中央傳動軸跟排氣管中間 它用了一個隔熱的處理 來區隔傳動軸跟排氣管喔 好 我們現在看到車尾的設計喔 當然中段有油箱 油箱塑缸防暴了 這沒有問題 那再往後看的話 是它整個後輪的懸吊系統喔 那這套懸吊系統 也是獨立的多連桿式懸吊 這也是一個正統的多連桿喔 那材質方面的話 五根連桿裡頭 有四根是鐵製的 但是呢 這個不是重點 為什麼呢 以往大家都覺得說 這個鋁合金的比較好喔 但是你知道它鋁合金的材質 用在哪裡嗎 它鋁合金的材質用在副車架 後面俗稱的凹打 是整個鋁合金製的 所以如果以減重效果來看的話 這減重效果會比連桿 都是鋁合金製的喔 來的更大 所以整個做工和整個設定 都可以看出BMW 對於操控性上的堅持喔 好我們現在開25D喔 上路試駕 25D搭配什麼引擎呢 搭配的是直列四缸的渦輪增壓 柴油引擎 那這一具柴油引擎呢 排氣量是1995cc 2.0升的 那如果跟40i的汽油引擎 比較起來的話 排氣量就差1000cc了 40i是3.0升的直六設計 渦輪增壓的汽油引擎 那最大馬力的話喔 也差非常多 40i是340匹 那25D的話是231匹 當然馬力上有顯著的差距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 最大扭力 40i跟25D一樣喔 都是450牛頓米 在1500轉的時候可以發揮 連發揮轉速都是一樣的 所以實際上開起來如果試驅的話 我認為40i跟25D的輕盈感是差不多的 那再來講操控性 操控性我認為是BMW的強項 這台車開起來非常輕盈靈活 包括方向盤轉動的感覺 不會讓你覺得說這台車非常大 不會 那舒適性的話 我認為在一般低速的狀況之下 比如說台北市的市區我們在開的話 舒適性算是不錯的 就是它能夠有效的消滅路面的震動 不會像以前的BMW或者是歐系車吧 把路面震動15-10都告訴消費者了 這開起來比較不會 那當然跟它的輪胎尺寸有關係 那扁平比如果夠厚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如果在比較連續的震動方面的話 還是可以感覺得出來啦 歐系車畢竟底盤還是比較沉穩的 像我個人的話 我個人比較喜歡歐系車開起來的感覺 就是比較沉穩 車身比較穩定的感覺 那S5的話我認為是不錯的 那跟同級車來做比較的話 當然同級車我們以同樣都是入門 柴油動力的歐系車來做比較 XC90的話和這台車排氣量基本上也一樣 那動力方面播種之間 那GL1的話當然動力稍微大一點點 那變速箱也多一速 但是那個感覺我認為差異不會非常的大 如果你很喜歡X5 那你能力是可以負擔或者預算比較沒限制的話 40i是一個比較好的選擇啦 就是開起來比較安靜 然後力道各方面 也都比較符合對X5的期待 但是如果說受限於預算 就是300萬 你就300萬這個門檻要來花的話 這台入門車也不錯 入門但不陽春 所以這個是我給各位的建議 好那以上試車就到這裡 喜歡我們的頻道記得訂閱分享加追蹤 我是小七 我們下部時車影片見囉 拜拜 我上一次試X5的時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這車超好安靜 因為它現在有用了一個變速箱包覆的技術 它就外面變速箱外殼穿了一件衣服 所以它整個傳動系統的聲音很小 它現在變到越來越舒適 它冰式越來越重操控 越來越個性化 你看這個在20年前是很難想像的事情 特別像X5這個車 X5開起來我覺得還蠻舒服的 它又不會像RX一樣這麼晃 但它懸吊還是軟 你看路面的吸震其實是很不錯的 對 然後又安靜 又好開 輕巧 好我們來看本週的車友留言 關於RTIS 參設 然後有沒有問說能不能夠測一下車道品的功能 這個主題我們有規劃在整個拍攝的內容裡頭 那預計會是在下兩集左右來拍攝這個功能 我們會詳細的把TSS的功能 在這一台RTIS上面的功能 大概都做一些說明 關於收售數字關心 有人說這個單人非常特別 以後每個月又有新的東西很期待 非常感謝大家支持 我們第一次做 當然做的沒有盡山盡美 但是呢 如果有大家支持的話 我想我們會一直繼續做下去的 那請大家每個月的月初 那就期待這一集的節目 有人問說 請問850有過去嗎 850現在還是繼續在整理 所以目前的狀況是 有一些機械的問題 我們在 因為整理好之後 我們有初步使用了一段時間 大概一千多公里的這個里程 那我們也抓到了一些問題 還要進一步再做優化和改善的 台灣的奧古A7為什麼不到貴呢 這我想應該是對岸的網友的問題 那兩岸的稅質基本上不太一樣 那台灣的車子的使用成本 在購車之後使用成本是比較低的 那在購車前的話 它稅幅會比較重 所以主要是稅質上的差異 所以讓車架有一些不太一樣的地方 這感謝大家的支持 其實我們從去年開始 我們公司裝置了頂高氣之後呢 我們就盡量要求 凡事是我們單獨借來試駕的車輛 我們的一律是固定的路線測試 那一律呢是有把車頂起來 看底盤的部分 那如果買車就有自從 本來都認識的好嗎 那買車不用找我啊 我可能可以給你一些建議啦 但實際上我認識的 當然也有很多銷售人員 那如果大家有興趣 我大概可以 剛好這平台我大概有認識 比較深的一些 值得信賴的人的話 我很非常樂意推薦給各位 那如果有需要 私訊到我們粉絲團的信箱 我們都非常樂意來幫大家服務 好以上就是我們這時候觀眾喔 我們留言的回應喔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都歡迎利用 我們每支影片底下留言 告訴我們你的看法 無論是你對這一台車的看法 對這個是影片的看法 或者甚至對我個人 或對我們編輯 或者企劃內容啦 等等的看法 都歡迎利用底下留言跟我們討論 我們編輯每天都會定時來看喔 每天都會來定時回復 重要的一些留言 那非常感謝大家的收看 我們就下次見了 拜拜